首先把面包桶装到面包机上面 对准之后 顺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是关 逆时针旋转是拿出来 记得把面包刀 要装到面包桶的底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按钮 这上面有做的各种面包的程序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和风 选 在这里选 在下面这个按键菜单是选择程序 选到我们要的 和风面包是第五 然后这个是选择重量 我们要做的是700克的 这个是选择烧的颜色 我们要浅色 然后这个按键是灯光 可以看到面包桶的灯亮了 这个键是定时的功能 比如说我要早上七点钟吃到面包 然后倒算一下 现在离七点钟还有几个小时 就在这里设置几个小时 嗯 这个键这个键是一些自己设置的键 自编程序 这个是暂停 然后如果设置好所有程序之后 长按这个开关键三秒钟就开始做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 法式面包 法式奶油码分面包 这是需要的材料 不建议做900克的 因为那样会太多了 用750克比较合适 这边是原料 糖 鸡蛋 应该要两个鸡蛋 但是 我只剩一个鸡蛋了 牛奶 这个是黄油 大概一厘米厚 刚好是40克 这里面是盐和 这个是酵母 这个是杏仁税 那个方子里面没有要杏仁税 但是我打算加一下杏仁 给你看一下杀果料的功能 这个是高筋面粉 首先我们要把黄油给它软化 首先把面包桶装到面包机上面 对准之后 顺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是关 逆时针旋转是拿出来 记得把面包刀要装到面包桶的底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按钮 这上面有做的各种面包的程序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和风 选 在这里选 在下面这个按键 菜单是选择程序 选择程序 选到我们要的和风面包是第五 然后这个是选择重量 我们要做的是700克的 这个是选择烧的颜色 我们要浅色 然后这个按键是灯光 可以看到面包桶的灯亮了 这个键是定时的功能 比如说我要早上七点钟吃到面包 然后倒算一下 现在离七点钟还有几个小时 就在这里设置几个小时 这个键是一些自己设置的键 自编程序 这个是暂停 然后如果设置好所有程序之后 长按这个开关键三秒钟就开始做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 法式面包 法式奶油马芬面包 这是需要的材料 不建议做900克的 因为那样会太多了 用750克比较合适 这边是原料 糖 鸡蛋 应该要两个鸡蛋 但是我只剩一个鸡蛋了 牛奶 这个是黄油 大概一厘米厚 刚好是40克 这里面是盐和 这个是酵母 这个是杏仁碎 那个方子里面没有要杏仁碎 但是我打算加一下杏仁 给你看一下傻果料的功能 这个是高筋面粉 首先我们要把黄油给它软化了 黄油软化之后变成液体的 然后现在开始我们逐个加入材料 先放液体的牛奶 鸡蛋 黄油 再放上砂糖 盐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 糖和盐最好放在不同的角落 但是我直接放也没问题 然后放上面粉 一杯 两杯 放两杯半的面粉 最后在面粉的上面 刮一个小坑 把酵母放进去 一定要记得 如果用的是定时功能的话 这个酵母不能接触到液体 如果接触到液体 它就开始发酵了 然后就可以盖上盖子 果料要放在上面 这个盖子打开 把所有的果料放在这个 自动投果料的地方 盖上盖子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选择程序 刚才说错了 我们要做的是法式面包 所以是第三 选择第三 然后选择重量700克 烧色要用浅色 否则会皮太硬不好吃 然后马上开始制作 看到了吗 开始破面了 等三个小时四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吃到美味面包了 感谢您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